我小時候覺得我爸爸是一個巨人 跟爸爸的關係會比較親密 比較媽媽之間會比較親密 我們會跟爸爸溝通多點 說多點話,一起玩多點 在兒子眼中的巨人爸爸 張觀智,從小到大 都跟三個兒子保持親密的關係 但原來他自己 屈從未嘗過父愛的滋味 就像缺少了一塊拼圖一樣 永遠有一個遺憾 最痛苦的當然是沒有親人的愛 父母的愛 心底仍然期待能夠沉迴失落的一塊 填補心靈的缺陷 我爸爸在我六、七歲的時間離開 那時不知道是否他自己有婚外情 或是其他各方面的原因 開了我們 留下我和母親在一起 相以為名 所以那個時間挺艱苦的 那段時間開始之後 我媽媽就去做小販 我很小時候只有幫忙 偶然間被警察抓到的時候 我沒有錢擔保就去過夜 去碼頭圍、機留所 睡一晚翌日出來 當時的生活都很淒涼 自己現在說起來 可能是一殼眼淚 童年的時候也不太好 薩納間絲水進入了時間之流 不斷流向沒有爸爸的日子 流向童年的遺憾 在我媽媽經歷了這一次的傷害之後 她因為身體不行的時候 出不了去找工作 我自己就變成了一家之主 所以要出去工作的收入很重要 要維持家裡 之後去學師的時候 都吞聲忍氣 就算被人罵 甚至乎被人欺負 都沒有問題的 都要忍受 如果爸爸在這裡 經濟又好 我的理想當然是更好 因為起碼先讀書 自己慢慢多一些選擇 或者就算我去… 好像考警察那樣 我也可以考到幫辦 如果能讀書,對吧 不過他靠著自己的努力和鬥志 終於成為華籍英兵 當他得到生活穩定的同時 以致他繼續受盡磨練 受訓期間又是很難忘的 衛生檢查的時候 當時翌日要大檢查 那晚真的不能睡 做到半夜 然後自己的床也不敢睡 睡到廁所那些 為甚麼呢 一睡了床一砸了 就翌日早上 可能整張床要托在下面 放在下面給別人檢查 再做好之後 這是很大的挑戰 然後出來工作之後 就是收到邊界 捉非法入境者的時間 又是真的很難忘的 是晚上出去捉的 要麼是休息也沒有 他晚上才爬過來 我們躺在甚麼呢 躺在棺材探裡 你知道棺材探裡有甚麼 蟲樹藝甚麼都有 那些蟲很大條 我們在那裡過完一晚 翌日回來的蝦花石 就是背囊 而裡面堆滿了這些小蟲 你看見你真的很嘔吐 不過我們已經適應了 這位做了二十三年英兵的硬漢子 提起當兵的辛苦 都可以一笑自知 但是已經做了爺爺的他 當提起爸爸離他而去的事實 那種思念的痛苦 仍然揮之不去 看到別人的弟弟 其他弟弟哥 也有爸爸媽媽的愛惜的時候 自己是… 就是妒忌人 都會有一種… 為甚麼他有我沒有 自己是沒有了父親那種愛 始終是很難過 自從我出來做了事之後 成了家立室 我都沒有去再施主這位父親 因為我自己有很多生活上的需要 去養頭家 又要養活這首歌 所以我都沒有那麼多時間 去再懷念一下他 因為始終都是… 過去了就算了 現在信了耶穌之後 甚麼人我都原諒 因為有神的愛在我的心裡 我現在也不會生氣 因為神也會教我們 要愛別人 就算那個是對你挺不好的 你也不可以生氣 不過我走路到日落 所以我也沒有來這裡 對於生父的出走 已經再沒有怨恨 他也終於發覺 天上的父親卻從來沒有丟下他 張觀治終於可以笑看從前 以愛來到駕馭未來 我相信了之後 原來這位神那種愛、父愛 是相當對我們很大的影響 因為我懂得他如何愛人 如果沒有這個愛 我們不能夠給予相愛 因為他愛我們 我們也能夠產生到 原來認識到這個愛這麼重要 這份令拼圖變得完整的父愛 不但撫平了幾十年的傷口 更為他的人生觀和生活模式 帶來切頭切尾的改變 還有自己個人的行為上 還是有很大的改變 例如這個壞習慣 就像一般人一樣 又賭下馬,又賭下落彩 有時候就去澳門逛逛 在賭場那裡打麻雀 然後又去卡拉OK 喝酒吃煙的不在話下 還有玩女人 我也想不敢說 不過也不要緊 太太也知道 有耶穌在我的心裡 將我的人一一拿走這些罪 無罪一身聽 所以我現在一個新造的人 在聖經裡說我們 在聖經裡打麻雀 即是時間都沒有那麼輕鬆 那麼開心 又有平安又是喜朗 神改變了我爸爸 在這個改變的過程裡 讓我更加能夠看得到 原來無論我爸爸過去的日子 當然是巨人也好 是一個很軟弱的人也好 很多缺點的人也好 其實神也改變他 等於神會改變每一個人 一向好學的張觀治 小時候沒機會讀書 現在年紀大了 反而為主的緣故去努力學習 報讀短期宣教課程 咬完之間看到一個短孫的月刊 又看到長青的福音書 原來幾十歲 神都使用他 將這個愛帶給人 給他這個感動 他就立刻就 去報名讀這個 長青的課程 讓他更加深入 充實自己 每天能夠出隊的時候 又與別人分享福音的時候 那種喜樂 別人接受決志的時候 更加榮耀神 歸於我這個神 真的很感激 神的使用 屬人的生命 真的很精彩 還有很有意義 放假 放假 最難得的,這麼放假 位姓 姓張 姓張 聰士先生 這個姓羅姥姊妹 羅姊妹 有時候休息 你也不太適合 天氣 經常都見到別人了 給你二十元就算了 不要再來了,麻煩了 不是 可以了… 每天都在這裡 我們專門幫助有需要的人 但是經常要是不好的 不是經常要 不是,就是需要 吃了飯 好,再見 他願主祝福你 神的說話就是我們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 主就在這裡等候你 打開你自己的心 打開心 你一打開,他是願意進去的 就是主要… 對,人的心 看你願不願自己開旺 打開自己的 他就在門口敲門 等候著 如果你開門,他就進入你心裡 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 神很願意去人那裡 但是人願不願意去接受的 就是這一點 對… 對,所以… 這是一個禮物 對… 這是一份永恆的禮物 我支持爺爺不去短孫道學宅 但是我現在很少見到他 爺爺又要開的士,又要讀書 當然少了時間見面 但得到孫仔的支持 將官子讀短孫也讀得開心點 積極點 而這份積極 更在工作中表露無遺 有時遇到客人 是跟他對話的 我會跟他說福音 如果他有興趣,我就說久一點 通常都是要長程客人 有些短程的說兩句 有時也會給他單張 有機會就告訴他 叫他去教會 有時也會使用到我的 在的士司機這行業 楊張官子從上父愛的上帝 不僅改變了他自己的人生 更改變了他和孫兒的關係 下一節再見 2 Shining Life